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条子哥哥话说松户会战的第三回 今天咱们要说的话题是北平周围的激战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 其实呢当时在北平周边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 都没有做好拉开架势大打出手的准备 而这会儿呢他们都在玩心理战 因为他们双方都认定了对方不敢冒险进入全面战争 如果自己这方面只要再强硬一下 那么对方肯定就会屈服了 所以啊都在不断的用稍微强硬一点的手段来试探对方 因此呢这就造成了双方一边小打一边大谈 同时呢还都各自高调的公开宣称自己要向北平和天津方面增兵 同时还是真的增兵了 这种增兵啊就是要向对方进行示威 在日本方面关东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朝鲜军的一个师团 在7月20号开抵了北平和天津附近 而日本国内动员的师团也相继乘船经海陆向天津进行航渡 而咱们中国方面呢也是相继动员了大批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和空军的主力部队 北上进行增援 由于在天津和北平附近对峙的中日双方的军队啊 都不肯向对方轻易的示弱而退缩 所以啊两国进行的谈判自然也就是没有什么结果了 这会儿啊一心想干大事搞大事的日本基层的少壮派军官啊 终于按捺不住了 在1937年的7月28号这一天的凌晨 日本少壮派的军人终于按捺不住了 先发指人在北平发动了全线的进攻 在南院 北院 西院 通县等地啊 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激战 当时驻守北平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 这二十九军啊属于西北军的一部 当时这宋哲元啊 总的来说是怕打想喝 二心不定啊 在这种没有坚决作战的决心的情况下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可谓是仓促的应战 当时战局对他非常不利 宋哲元这会儿要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首先是平津地区根本无险可守 日军虽然在兵力上不占优势 但是在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以及人员素质上 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这会儿还占领了先机 这一战打起来以后 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 而且有可能会在战斗中把老本都给赔上 第二 如果宋哲元这会儿采取了撤退的方案 那么平津地区就会丢失了 丢失平津地区责任是相当的重大 宋哲元丢失了平津的话 那么根本就没办法向南京中央政府和全国的国民交代 这会儿啊 宋哲元犹豫不决 他一犹豫不决就错过了战机 二十九军设在北平南原的军部 就遭到了日军主力部队的集中攻击 开战没多久 二十九军的副金长佟林格 师长赵登宇相继阵亡 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 很快就被日本人给击溃了 日本人采取的这种攻击手法 就有点像现在的所谓的斩首行动了 南原这个地方丢失了 二十九军的防线被日本人给拦腰截断 危在旦夕 宋哲元这会儿啊 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 他对他的部下张子忠说 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 一生心血所见 现在就留下咱们二十九军这点底子了 我得给他保留着 这事儿非你不能做到 二十九军的战线过长 我们现在要把部队赶紧收拢起来 只有你能和日本人去谈判 你只要能拖上一个星期 咱们二十九军就有会儿 张子忠这会儿临危受命 代理了北平市的市长 他对他的前任北平市市长秦德纯 这秦德纯啊 这会儿还兼任着二十九军的副军长 这张子忠对他说 你和宋先生这会儿都成了民族英雄 我张子忠怕是要成汉奸了 实际上二十九军和日本人的战斗啊 没打多长时间 到了七月二十九号的凌晨 整个二十九军除了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 主力部队就再没有做任何的有力抵抗 向永定和以西的方向 也就是门头沟方向溃退了 在这种情况下 平津地区就相继沦陷 落入了日寇的手中 二十九号这天一大早 北平的老百姓清早出门的时候 发现驻守北平的国军二十九军 已经彻底抛弃了他们退走了 而张子忠署名的布告四处张贴 布告的内容主要就是劝告北平市民各安企业 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自扰 这下可好 全国舆论大华 所有的矛头都指责张子忠做了汉奸 一时间举国声讨张力自忠的口号 不绝于耳 说实话 咱们从张子忠将军以后的表现来看 他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和爱国感非常强的人 这一次把他当作汉奸来声讨的这个事 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从此他就蒙发了死制 一定要学习自己汉奸的称号 跟日本人对抗到底 平津地区丢失了以后 在1937年的8月5号 中央军汤恩伯的集团 从北平西北方面自平隋路前来增援 陶安伯的集团 在8月5号这一天 已经进抵了平西的重要关口 居庸关和南口一线 而这会从北平南面前来增援平津地区的 国民党中央军的刘斥集团 是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向北开来 平汉铁路也就是现在的京广铁路 8月5号中央军刘斥集团的先头部队 26陆军的孙连仲的部队 已经进制到码头镇刘立河一带 并且在这一带展开了防御 这刘立河这个地名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是从北京 沿京港澳高速向南走出北京的第一个检查站 出了刘立河你就离开了北京市 就进入了河北宝定市下辖的卓州市的地界了 所以这会咱们从位置上来看 刘斥集团的孙连仲的26陆军 这会已经进抵了北平市的外围了 这样呢 中央军的刘斥集团就在北平市的西南边 而汤恩伯的集团则是在北平市的西北面 对占领整个北平市的日军 就形成了一个前行的攻势 这种前行攻势对日军守北平那是相当不利的 之前咱们也说过29军为什么迅速就溃退了呢 因为北平是一个一攻难守的城市 可是呢 日本的这些基层的少壮派军官可不管这些 他们这会儿就跟打了鸡血似的非常的兴奋 气焰也是相当的嚣张 于是啊 沿着平隋路从西北方向 近距居庸关南口要爱的汤恩伯集团啊 这会儿距离北京近在咫尺 又处于日军南下战线的侧后方向 所以呢 就成了这些日军必须要首先拔除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7年8月11号这天 日军就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向南口地区的 汤恩伯集团的作战 之前在8月14号 关东军组成了以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兼任指挥官的查哈尔兵团 这查哈尔兵团下辖了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旅团 以及两个独立支队一共大概两万多人 这些人啊 从张家口的雇武员县出发发起了查哈尔作战 他们以主力进攻平随路中段的重镇张家口 通过进攻张家口 就抄了正在南口居庸关一线进行苦战的中央军的汤恩伯集团的后路 这会儿正在跟日军血战的汤恩伯的集团 包括有汤恩伯自己任军长的第十三军 高贵兹的第十七军 李先舟的第21师等一系列的部队 此外 当时啊 中国军队在平随沿线上 还有张家口的第29军的1430刘汝明的部队 随东的进随军35军 副作义的部队 还有骑一军赵承受的部队 以上这些部队啊 一共有步兵五个师有三个旅 骑兵两个师有一个旅 大概加起来有八万多人 汤恩伯的集团在南口方向 进行了非常坚决的抵抗 跟日军苦战了12天 最后打到了8月23号这天 因为自己的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了 再不撤退就有可能 全军被日军包抄了 所以啊 没有办法才从居庸关撤退了下来 到了8月27号 日军就顺利的近战了 怀来延庆和张家口这些地方 8月29号 日军又占领了宣化 这会儿整个平隋路的东段 已经全部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夺取了平隋路东段以后 日军聚首天津和北平的态势 已经非常稳固了 但是接下来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 根本没有罢手的意思 他们还要继续大干一番 这个时期呢 咱们中国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实力 除了首当其冲的 驻扎在平津一带的宋哲园的29军以外 还有在山西的延西山 山东的韩副局 以及相对处于半独立状态的 近隋地区的副作义 在这三大势力当中 山西的延西山和山东的韩副局的抗日态度 相对来说比较消极 而这副作义虽然抗日态度很积极 但是他手下军队的实力比较弱 而且呢 又地处比较偏远的隋远地区 也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 因此啊 咱们从事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 理性的去看待这会儿的 整个中国华北地区的局势啊 稍微头脑清醒一些的日军指挥官 都应该要趁机笼络 至少是暂时的稳住 山西的延西山和山东的韩副局 这两大中国的北方的地方军阀势力 在平隋路的东段和京浦路的北段 都保持一个防守的状态 不主动去跟延西山和韩副局的部队发生冲突 因为日军在华北地区一直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兵力不足 如果稳住了延西山和韩副局 这样日军就可以抽出优势的兵力 沿平汉铁路南下 迅速割裂歼灭中央军在北平以南 和日军对峙的刘斥集团的25个师 再接着近底黄河北岸 切断龙海铁路 这是一个上策 如果这个计划被顺利的执行了以后 日本人就能够干脆利索的 把中国的华北地区彻底给肢解了 并且让山东山西这两个地区 忌惮日军的军事实力 而成为一个亲日的缓冲区 再以此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 去跟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 进行谈判 把整个华北地区的问题 当成一个局部冲突的问题 局部解决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的话 之前日本录像山山园 对天皇所做的三个月 解决华北问题的承诺 也不是并非没有可能的 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 往往都不是按照之前所设定的 最优的计划去执行的 关东军在华北地区又一次的搅局了 由关东军组织和掌控的查哈尔兵团 进入了华北地区以后 纯属临时帮忙的 关东军的查哈尔兵团 在成立之初那会儿 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华北的日军 抄袭汤恩伯集团的后路 以便于在南口作战取得先手 但是呢 他们在夺取了平隋路东段之后 这个兵团的表现完全就是乱来了 关东军发起了查哈尔作战 原来是怀有私心的 其实呢 这关东军驻扎在中国的东北 他一直是被日本军部当作是要跟苏联人作战的主力部队 但是呢 这关东军并不仅仅安于自己控制了东三省 还有内蒙古的北部 他们一直想延伸自己的战略左翼 您可能听到这儿 觉得这个延伸自己的战略左翼 听着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军事术语 其实说来非常简单 大家拿一份地图可以来看一下 关东军基本上都驻扎在中国的东三省 还有内蒙的北部 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的左边是哪呢 地图上的左边就是内蒙的中部和中国河北的西北部 这也就可以说是关东军的左翼了 他们延伸自己的战略左翼 就是要把自己的军事势力的范围扩展到内蒙的中西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 这个地区正好是当时的查哈尔和隋远地区 因此关东军就对查哈尔和隋远地区就怀有很深的野心 早在1936年隋远抗战那会儿 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内蒙的德王的维蒙军队 在百灵庙一战当中被附作意义的禁随军给打得大败 维蒙军队的大外让关东军觉得自己在这场战役当中 也丢了大人掀了大眼了 所以这一次关东军发起查哈尔作战 还带有很强的公报丝绸来打击副作义部队 并且趁势夺取查哈尔和隋远的意图 在夺取了平隋路的东段以后 关东军的查哈尔兵团这会儿又反客为主了 拉着原来应当南下保障平汉铁路右翼安全的日军的第五师团 继续打入了近北地区 结果呢 在平行关 新口 太原等一系列的会战当中 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 不但把原来一直准备作弊上官的山西的军阀老滑头 阎西山拉进了战团 还整个搅乱了华北地区的战局 这关东军啊 把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数不多的机动兵力第五师团 生生的拖入到了近北的攻坚站的泥潭当中不说 还逼得平汉路方面的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军的各个部队都脱离了自己的作战路线 往西移动到娘子关一带来增援关东军 那么这个第五师团他就怎么这么轻易的跟着自己的小帮手 关东军的查哈尔兵团到处乱跑呢 这道理啊也很简单 因为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的师团长 正是以前关东军的前任参谋长板原征四郎 在1936年的隋远抗战中啊 吃亏最大的就是这个板原征四郎他本人了 好了今天啊咱们关于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以后 中日双方在平津一带地区啊展开的激战的话题啊就暂时聊到这儿 说实话我这期话题里头啊根本没有什么不当的言论 希望西马拉雅平台也不要再把我这期给拿掉了 因为做一期节目确实挺不容易的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